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安乐传杀青特辑 热巴 龚俊这是颜值天花板吧 眼神泰拉斯 迪丽热巴现在真的是高产出 想想当初热巴参加一档综艺的时候 还说过自己无戏可拍的状态 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 没想到现在的迪丽热巴 已经成为了一个香波波 和任嘉伦出演的与君初相识已经过审 正等待排波 和龚俊出演的安乐传也已经杀青 他真的是很适合出演古装剧 可爱又不失大气 这样的气质也只有他了 安乐传推出的杀青特辑 真的直呼叫好拍手连连 不论是迪丽热巴还是龚俊都让人惊喜 特别是配角的打戏和眼神 都能引起观众强烈的好感 这个杀青特辑反复观看了十几遍 越看越喜欢 所以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喜悦的心情 安乐传是一部古装谋权类的电视 由迪丽热巴 龚俊 刘雨宁主演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也是任安乐为了报仇投靠在太子门下 然后帮助太子做他的左右手 两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产生感情 并迎来了关于满门被杀的真相 看了两人的剧照和路透图 就知道这部剧应该是相当的好看 热巴在这部剧中的造型完胜 又漂亮又讨人喜欢 龚俊的造型虽然还有待提高 但是 丝毫不影响他的颜值 两人互动的画面也是超级有爱 特别是两人对视时 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吧 能跟迪丽热巴搭档并且有CP感的男星真的不多 热巴的长相带一点欧美风 她是一个浓颜系的美女 但装用在她的脸上感觉寡淡没有看透 但是一换上大红唇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就出来了 以前一直以为只有高尾光才跟热巴有CP感 两人不但外貌合适 拍戏也很有感觉 之前和洋洋搭档的你是我的荣耀 两人在外貌上并没有特别的般配 但是 整部电视剧的剧情和感觉 却出人意料的好 所以 当时觉得他们还是不错的 直到看了安乐船才发觉 他跟龚俊在外貌上还是挺搭的 龚俊的五官也很大气 而且身材高挑 所以两人在五官上的相似也让两人看起来很顺眼 加上剧情和剪辑还有演技 两人分分钟都有一种在谈恋爱的感觉 娱乐圈中 也有像热巴这样比较挑搭档的女星 看起来跟很多男明星都不够有CP感 王洛丹算是一个 她跟林峰出演的魏子福真的是很失望 明明两人都是很讨观众喜欢的演员 这部剧却很失败 王洛丹在这部剧中的造型真的可以用难看来形容 显得王洛丹的脸特别的圆整 个人的精神看起来也特别的丧 王洛丹真的不适合这种中分的发型 现在好像很少能听到王洛丹的消息了 说到跟男演员没有CP感的女星 个人觉得钟楚希算一个 和谭松韵 罗进搭档的八月魏央真的感觉挺悔三观的 而且 跟罗进在一起的感觉也不好 这段时间很火热的王牌部队 钟楚希和孝战真的没有CP感好吗 虽然都说初恋很美好 可是我们的人生中不只是初恋还有责任啊 跟黄景瑜的搭档也挺勉强的 只是说这部剧各方面的制作还是不错的 个人觉得通常有点男向的女明星也都有点不好选择搭档 轮廓稍微温和一点的女星更容易让人有保护的欲望 现在就等着安乐船这部剧能快点上映 太期待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